每逢家节被私亲 其实每一次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特别想念我们的家人亲人 想要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他们 但是其实在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人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是没有亲人的陪伴的 刚刚有听到一对婆婆在讨论各自孩子的事情 其实他们有讨论到说 今天是元宵节 那么你的孩子可能会来看你 那像那位婆婆的脸上是充满着效果 然后还有一丝丝的期待 所以说到每逢家节被私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 让我们主动来做一些事情 让这些没有亲人陪伴的朋友们 也能够感受到一些有家人的温暖 感谢观看